Baby Bus 小鸡弟弟失踪案 好急啊 我快变不住了 我哥 我想吃冰淇淋 我先上个厕所 你 等我一下 冰淇淋 冰淇淋 等一下就能吃冰淇淋啦 小朋友 我知道一家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店 我带你去吧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我不去 哎呀 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你忘啦 哎呀 快走啦 再不走冰淇淋都快卖完喽 走 买冰淇淋去 弟弟呢 弟弟 弟弟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不好了 我的弟弟不见了 怎么办呢 别急 我们马上到 我马上到 小弟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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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鬼鬼祟祟 小鸡弟弟一定被他藏在里面 站住 什么 居然不是小鸡弟弟 废话 看清楚 这是我的背 说话就好好说话 干嘛死人的衣服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骆驼先生 你有没有看见一只肥嘟嘟 戴着格子帽的黄色小鸡 这个嘛 哼 想起来了 它跟着一只红狐狸 我森林那边去了 不好 这个红狐狸很可能是诱拐犯 快追 有三条路 它们走的是哪条路呢 这里都是泥土地 一定会留下脚印 我们找找看 找到了 这是狐狸和小鸡的脚印 它们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追 冰淇淋店这么远 我不想吃冰淇淋了 我要回家 回家 你回不了家了 救命啊 不许动 拉不拉多警察 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跑 把他带回进局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出去玩 不能乱跑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东西 陌生人 如果 要带你回家 一定 一定要拒绝他 一旦遭遇陌生人的恐吓 威胁 要在第一时间大声的喊叫 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 白马王子 臭屁案 亲爱的白雪公主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我愿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 你愿意嫁给我 不 你愿意愿意 快 我愿意 我愿意 对不起 陷害我呀 什么 请你一定要抓住他 放心吧 没有我拉不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陷害我的人 就是他 大象厨师 我上台前还好好的 吃了你做的蛋糕 就拉肚子了 你自己拉肚子 为什么要关在我头上 一定是你在我的蛋糕里 下了毒 要不然 我怎么会突然拉肚子 你一定是嫉妒我长得帅 就陷害我 你胡说八道 可恶的大象 竟然还敢袭击我 快把他抓起来 等等 不是大象 什么 什么 从这些用过的盘子数量来看 很多人都吃了蛋糕 但只有白马拉肚子 证明蛋糕没有毒 我就说嘛 还是拉不拉多警长讲道理 对吧 我这 我这 白马先生 出了蛋糕 你今天还吃过什么 还吃过 斑马 我想起来了 找到了 今天斑马给了我一片披萨 就在这里 拉不拉多警长 斑马 他一直想要顶替我 演出白马王子 一定是他在披萨里下了毒 下毒 我没有 你平时一定很嫉妒我 所以才会在给我吃的披萨里下 我无法上场 你就可以代替我演出王子了 我没有 我长得帅 演王子 又有什么错呢 你 你冤枉我 你们别吵了 有没有下毒 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交给我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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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不住了 算了 不歇没差了 好饿 田田圈 白马先生 上完厕所 要先洗手 才能吃东西哦 嘿嘿嘿嘿 没差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了 鲍哥 拉不拉的警长 今次发现披萨表面有害细菌严重超标 斑马 果然是你呀 这怎么可能 斑马没有下毒 造成白马拉肚子的人 是他自己 啊 啊 我 我 我怎么会给自己下毒啊 检验报告上显示 有害细菌都集中在手指接触过的部分 我想这些细菌就来自白马手上 嗯 白马刚才吃田田圈钱就没洗手 手上的有害细菌 通过食物进入身体 所以他才会拉肚子 我 我马上就去洗手 我再也不想当臭鼻王了 安全警长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我们手上有很多戏剧 除了吃饭前和上厕所后要洗手 外出玩耍 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等 都必须要洗手 因为不洗手 病菌就会趁机进入体内 我们就会生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哦 车祸司机到底是谁 哇 太厉害了 耶耶耶 怎 怎么回事 你好 我是拉巴拉多警长 拉巴拉多警长 我是野牛 有人把我的车撞坏了 太可恶了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到 好 野牛先生 拉巴拉多警长 你看 我的车停在路边好好的 突然就被人做成这样了 这可是我刚买的新车 野牛先生 你没有看见抓你车的人吗 我下车的时候 那家伙就已经溜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野牛先生 你放心 没有拉巴拉多解决不了的案件 从受损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被另一辆车撞了 有发现 是什么 辆车相撞的时候 一辆车可能会在另一辆车上留下车漆 你看 你看这里 闯货的很有可能是一台亮黄色的车 哦 亮黄色的车 哦 烈豹的赛车 我记得好像是这种颜色 一定是烈豹做的 我们要先调查清楚 我要找他 赛车 烈豹 出来 烈豹 刚才是不是烈豹做我的车 烈豹 烈豹先生 你别冲动 我装你 我的赛车也被撞了 我的车今天一直停在这里 都没开出去过 竟然被撞成这样了 这辆是我的冠军车 没想到你也是受害者 到底是谁撞了我们的车 没出门也被撞 这一定有问题 烈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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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儿子 哦 是啊 这小子说 他长大了也要当冠军赛车手 渡冰 请把之前在现场拍的照片给我 这两辆车的碰撞痕迹都特别低 一般辆车相撞 不会撞到这么低的地方 啊 除非 是一台儿童玩具车 烈豹先生 您儿子现在在哪里 呃 我好像整个早上都没看到他 糟糕 小烈豹现在可能有危险 咯 有没有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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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开得真慢 看看奔赛车手的厉害吧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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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危险 儿子 老爸我快被你吓坏了 真相大白了 闯祸的司机就是小猎豹 小猎豹 玩具车绝对不可以开到马路上去哦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在马路上玩儿童玩具车 是非常危险的 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请一定要在安全的区域行驶 同时家长也要注意陪伴 随时保护哦 危险的电话 看 笨点 我的冰淇淋 逃犯大宗雄 如有发现 立刻报警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我看到逃犯大中熟了 什么 它在哪里 它躲在玫瑰路时候 你保护好自己 我们马上就到 我们马上就到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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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到处都是灰尘 也没有其他脚印 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 难道 拉布拉多现场 大猪熊来抓获了 我躲在隔壁的阳光场 找到你了 不是宗熊是黑熊先生 有什么事吗警察先生 我是来买蜂蜜的 太好玩了 我再用大猪熊片片警察 从这两次的出动情况来看 应该是小狐狸在恶作剧爆假案 什么 这小狐狸爆害得这么惨 头头头 来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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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的狗熊抓走了 骗子又爆假案 快救救我 这次我真的被骗人 你知不知道 爆假案是违法行为啊 不 这次应该是真的 你听 有回音和引擎的声音 像是被关在车里 大猪熊 我是大猪熊 大家都怕我 快追 快追 大猪熊 靠遍停车 靠遍停车 是警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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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还不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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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来 糟糕 警察要追上来了 快跑 站住 看你还往哪里跑 警察 我好害怕 没事了 已经安全了 以后要记住 千万不要恶作剧报假案哦 我知道错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报假案是一种违法行为 警察会被派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 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就得不到救助了 小朋友们 只有真正遇到危险 才能拨打报警电话 绝对不能报假案 要在家的是火案 遍到 救命呀 救命呀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救命呀 拉布拉多警长 我是鸭子奶奶 我们这里失火了 鸭子奶奶 您别急 我先帮您打铁消防队 我们马上就到 救命呀 你找我啊 拉布拉多警长 我可怜的孙子屁股就差点烧焦了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把纵火犯抓起来呀 鸭子奶奶 您说这是一件人为纵火案 当然啦 拉布拉多警长 上次这里失火 就是因为斑马在暖炉上红臭袜子了 没错 这回肯定要是斑马干的 我差点就被煮熟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早就不靠袜子了 你看 我看 我的袜子都在这里了 大家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 杜冰 我们先去斑马家看看 好臭 好臭啊 斑马家只有吊床被烧 不是这次火灾的起火点 接下来去青蛙家 报告 青蛙家只有浴室的帘子被烧 不是斑马也不是青蛙 那就只剩鸭子家了 到处都被烧了 看来这里才是起火点 我好像闻到了正确的味道 我想答案就在床底 嘿嘿 又到我大写身手的时候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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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区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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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玩具 真相就是 造成火灾的人 是小鸭子 这 这怎么不能啊 啊 小鸭子 你刚刚是怎么玩这个的呀 我 呃 刚刚我 就是这样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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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呀 原来是这样 天哪 真没想到呀 小鸭子 打火机不是玩具 火是很危险的东西 下次记得不可以玩咯 我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 再玩火 我 我就变成烤鸭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要记得 千万不能玩火 火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家长们 像打火机 火柴这种危险的东西 一定要放在 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 一旦引发火灾 要马上拨打 119 找消防员来帮忙 玩